多多 痴迷于电影的小精灵 多多别看了 你妈叫你回家吃饭了 F多 文化程度超级低的善良老头 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古灵精怪的意大利小鬼 名字叫多多 这凶孩子在上帝面前打盹真是没大没小 这还不算 他老妈让他去打酱油 竟然偷偷溜到电影院 去看演员们在屏幕上打case 把妹技能要从娃娃抓起 点赞 果不其然 多多和她的人生导师 也就是电影院的放映员F多混了一段时间 就私藏了很多被和谐掉的接吻镜头 不料照片着了火 把去战场的爸爸留下的唯一照片烧毁了 妹妹还险些丧命 妈妈大发雷霆 多多再想进电影院 没门 多多自然不会听妈妈的话 她在F多考试的时候帮了对方 F多为了感谢多多便叫她放电影的技术 聪明的多多很快就学会了 成了F多的小帮手 一次火灾让F多险些被烧死 幸好多多及时赶到救了F多一命 但遗憾的是F多从此失明了 再也做不了放映员 而小镇人民也失去了天堂电影院 几年后 新的天堂电影院开张 电影院的土豪老板请来了多多 多多就此当上了小小放映员 话说外国可以这么和谐的使用童工吗 不如青春期的多多喜欢上一个蓝眼睛的姑娘 可F多却说 但多多对姑娘的爱慕之情犹如滔滔江水 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呀 这时候多年来在电影放映上积累的工作经验都神奇的 被她转化成跑妞技巧 绝必是个银材呀 多多用微型电影机拍下了蓝眼睛姑娘的镜头 每天独自观赏 虽然这种意义充满屌丝气质 但多多还是很有节操 多多通过自己的各种泡妞大法 成功追到了这个梦中情人 初恋的纯洁情愫美如天堂 但这对小情侣的美好恋情 被妞她爹生生地毁了 就在多多心碎成饺子馅的时候 人生导师F多又来了 俩人展开了一段很文艺的谈话 F多戴着眼镜剧装逼地说 孩子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 你就会以为那是世界的中心 所以上路吧 骚你 于是多多告别故乡 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追梦之旅 多年以后 一成为导演的多多接到消息 F多去世了 中年多多一下子回想起童年时 关于天堂电影院的一切 她回到小镇 意外收到F多留给她的礼物 曾经被剪掉的接吻镜头胶片 中年多多看着荧幕上一幕幕的接吻瞬间 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美好年代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65 输入电影名称就能看到完整吧了